咱问问密室女嘉宾啊 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 我是二号女嘉宾 小一事都能保佣 抽牙喝酒不计较动心 但是什么事您不能包容 你觉得婚姻当中的底线是啥 原这个啥的事 别出轨是吗 对 我是三号女嘉宾 包容是相互的 不能为了包容委屈了自己 就如果说要是 对方没有去做好一个丈夫 该做的尽的职责的话 即使他没有出轨 没有犯原则性的问题 这也是不能容忍的是吗 对呀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 阿姨们都是为了孩子 然后为了面子 然后把自己的青春都耽误了 你说一号阿姨你多优秀 我大高个儿 我想你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老多追求者了 其实你当时如果真的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把这个婚姻啊 如果真的这个人 有他没他都一样的话 你还不快乐 为了孩子 为了你 你应该选择分开 然后为了孩子 在小的时候 你再选择另外一个伴侣 可能你的婚姻 或者是孩子的童年 会更幸福 其实我挺为你感到不值的 不光是你 我跟你说其他 因为我问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其他阿姨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我真的替你们感到不值 如果这个男人是你值得 付出你的青春是行的 你看像这样的男人 没有责任感 他有一丁点优点 都挑不出来 也不顾家 也不顾你 而且孩子都是 给你一个人扛着 这个人这个婚姻 真的太不值得保存了 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爱了 也没有责任感了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继续存续下去了 太累了 那咱女嘉宾 我也想问问 您之前那段感情 就是之所以 你婚后发现 他种种的问题 是之前没了解清楚吗 我们俩是经人介绍 介绍以后 那个时候 就是有多种原因 就是我俩出了半年 就结婚了 结婚之前的时候 没发现 他有这些个爱好 但是他这是结婚以后 你一点一点逐渐的 随着工作转变 工作变化 往他以后慢慢接触到这些了 我们男嘉宾 您感觉 就是这两个人 处多长时间 能够彻底的了解到对方 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适不适合自己 咱的数字大了 跟那数字小的都不一样 咱们的数字大了 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 有半年 你感觉你今天了解完了之后 觉得我们女嘉宾咋样 我觉得挺好 挺好 但女嘉宾觉得我们男嘉宾 没有不良词 咋样 心里挺好 好了 二位请起 咱们一号女嘉宾 是属于无论走在什么地方 在人群当中 肯定是最亮眼的 那一道风景线 我也希望 她能够在您心里边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一会儿呢 我们再做出最终的决定 阿姨先回密室稍坐休息 谢谢 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女士 其实还不是挺容易的一件事 大个 大个 漂亮白 对 我没好意思说 这是您总结的 心里边美滋滋的 关键是性格还好 你看 很温柔